本期主要内容 4月14日消息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 当天下午台积电举行在线法人宣讲会 法人提问英特尔进军竞员代工 台积电如何竞争? 总裁为哲家回应 我们知道如何竞争 英特尔此前开展IDM2.0计划 疯狂布局进入代工领域 宣讲会同时还公布了一季度净利润 产能依然紧缺 不会下调价格 4月14日在台积电举行的在线法人宣讲会上 会议上法人提问 台积电的垂直整合制造厂IDM客户 有意重回晶圆代工市场 台积电如何面对竞争? 市场人士认为 法人所指的台积电IDM厂客户 应是近年来积极抢供晶圆代工市场的英特尔 台积电总裁为哲家则表示 台积电过去35年来 在纯晶圆代工领域一直面对竞争 台积电知道如何竞争 至于台积电如何保护IP与技术细节 魏哲家称台积电有一套程序 会保护所有客户与自由IP 谈及未来IDM厂客户可能砍单转回自制的问题 魏哲家表示 台积电产能规划是基于长期的需求 并不会根据单一客户的产品 但是很显然 此前不久英特尔CEO基辛格还来台访问台积电高层 意在增加3nm制程的订单 以及其他针对PC晶片的成熟工艺订单 就英特尔而言 砍价转回自制的时间预计也在2025年或以后 近日英特尔方面再次官宣2纳米晶片 并表示将会在2024年实现量产 有恩赶在台积电前面量产2纳米晶片 目的就是重回晶片制造领域内的巅峰 但应该注意的是 英特尔的制造路线图日期是新工艺节点投入生产的最早日期 而不是基于该技术的硬件上架的日期 因此即使18a按照现在的计划在24年下半年推出 也很可能在2025年的几个月后才能将第一批产品交付客户手中 尤其是如果英特尔在该窗口的后期推出 业内人士表示 A20工艺并不是2纳米技术 从工艺上讲可能只是性能 功耗接近台积电水平 在市场销售方面 英特尔似乎也发现了问题 放弃了台积电对晶片工艺的迭代定义方式 采用10纳米 NTR7 NTR4 NTR3 20A 定义自己的未来五代技术 但台积电明确未来资本支出计划不变 在财报会上 当法人问及若短期外部景气出现反转或是下修状况 台积电是否调整资本支出规模及海外产能扩点规划 为折家重申 台积电与客户合作密切 相关资本支出按照客户长期需求规划 即便短期景气出现反转迹象 也不影响台积电按照客户长期需求规划资本支出的模型 而对于台积电2023年产能的扩充规划 为折家表示 台积电持续与上游设备和其他供应商密切洽商 他重申今年1月宣布的将拨出400亿美元约2500亿人民币至440亿美元用于扩建和升级工厂的计划 为折家表示 这是一笔创记录的支出 目的是让公司保持在快速发展的技术前沿 以满足未来的需求 当被问及特定客户是否施压而让台积电在海外设厂时 为折家指出 台积电持续为客户拟定最佳策略 台积电与全球客户维持密切联系与合作 未来数年也不排除在台湾以外地点建立新的产能据点 事实上台积电近年来持续在海外投资 2021年4月 台积电表示将赤字28.87亿美元扩充南京厂28纳米成熟制程 扩增月产能4万片 同年11月 台积电又宣布于日本雄本县新建12英寸晶圆厂 月产能约4.5万片 同时与中国台湾地区建立7纳米及28纳米晶圆厂 均于2024年竣工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台积电也设有5纳米原金厂 预计2024年量产 同时在14日 台积电还公布了2022年第一季度的财报 据财报披露 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第一季度 台积电合并营收约薪台币4910.8亿元 约170亿美元 1100亿元人民币 创历史新高 远超分析师预期 期内公司净利润约薪台币2027.3亿元 约70亿美元 远超市场预估1860.6亿新台币 与2021年同期相比 第一季度营收增长了35.5% 而净利润和西式美股收益均增长了45.1% 与2021年第四季度相比 第一季度营收增长了12.1% 净利润增长了22% 毛利率也进一步扩大 台积电一季度毛利率达到55.6% 较前期的52.7%进一步提高 营业利益率45.6% 超市场预估43.5% 较前期的41.7%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 将营收按产品类型划分 高性能计算业务是此次的最大营收贡献领域 本季收入占比达到41% 前期37% 环比大涨26% 汽车晶片业务也增长强劲 本季营收占比达到5% 前期4% 营收环比上涨26% 而台积电营收的传统强项 智能手机业务占比有所下滑 本季收入占比达40% 前期44% 环比微增1% 台积电总裁为哲家就在财报后的电话会上表示 尽管部分智慧新手机和平板电脑终端需求有缺缓迹象 不过其他终端产品需求仍强劲 整体产能持续吃紧 甚至供不应求 他还指出 高性能计算业务业绩成长将最明显 但作为汽车主要部件的微控制器需求依然旺盛 汽车制造商仍然难以获得足够的半导体 公司预计今年的晶片产能仍将紧张 即使经济有所下滑 台积电也不会下调价格 这与他在今年1月业绩交流会上的观点一致 但是魏哲家就表示 5G和高性能计算机群HPC相关应用的行业 大局势支撑了半导体需求的长期结构性增长 他当时称 2022年全年 预计整个半导体市场不包括内存将增长约9% 代工行业的增长将接近20% 至于产品出行方面 魏哲家指出 3纳米先进晶圆制程产能社会高效能 运算和智慧型手机高阶晶片需求带动 预估今年下半年可开始出货 2023年可以开始大规模量产 2纳米先进制程按照计划进行 预估2025年可开始量产 尽管欧洲和美国主要市场的消费者 退出疫情时代的居家办公安排 但苹果和三星电子等公司的手机 智能电视和其他产品需求依然旺盛 与此同时 晶片短缺尚未缓解 根据外媒的研究 受全球疫情和日本地震影响交付 3月份半导体交付的等待时间再次延长 对于疫情影响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称 公司知道供应商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考验 不论先进或成熟制程都有相同情况 不过台积电采取行动应对 更有诸多团队在现场支持供应商确保供应交期 目前不认为今年资本支出会有任何影响 台积电确保资本支出扩充能满足客户需求 并确保所有材料供应顺畅 不会影响到产能扩充计划 针对外界关注的3纳米晶片 台积电CEO魏哲家坦言 制造3纳米晶片的成本比预期高 对于公司营收推动有待观察 目前研发进度超出预期 可能提前投产 但总体上3纳米制程需求强劲 将有足够的产能支撑 高性能计算HPC 高性能智能手机及车用等客户需求也相当大 此前为保证获得足够4纳米先进产能 苹果也只能接受台积电的涨价 包下台积电4纳米约12到15万片的产能 以满足公司A16应用处理器生产要求 此前台积电就在不断提高提到各个制程的代工价格 当然涨价也是出于当前局势的需要 首先全球晶片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 下游产业链的客户都在成备的备货性能晶片 存储晶片的订单 当晶片订单供不应求 卖方就已经掌握定价权 涨价自然成了大势所趋 更何况光刻胶等相关周边化学材料都在涨价 在各大晶圆代工企业涨价后 台积电涨价也是意料之中 其次当晶片毕竟物理极限 越是先进工艺的晶片 研发成本则会越高 而台积电的涨价就类似于冒工技 通过成熟的晶片工艺实现一定的资金积累 然后对新技术、新产品进行开发 另外去年台积电也宣布 计划未来三年在海外投资1000亿美元 建立新工厂以提高自身的研发工艺和产能 尤其在美国投资建厂非常高 这或许是台积电涨价的重要原因 对于台积电代工费用的涨价 这是苹果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但也只能接受现实 苹果每一代iPhone、Mac系列的发布 都会成为全球最为火爆的产品 并且苹果对晶片的工艺 质量和订单量都有很高的要求 不管是M1系列晶片还是A系列晶片 都有台积电代工 外加上台积电订单爆满 虽然苹果在一定程度上 依然有台积电的特殊待遇 但依然得接受台积电涨价的现实 因此对台积电而言 其先进的制程工艺就决定了 它难以动摇的龙头地位 在英特尔、三星等不断追赶的同时 台积电也在不断加强投资和技术开发 未来几年想要超越台积电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 对